大家好,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 刚刚的中国对澳大利亚比赛结束了 OK,我本身人正好在澳大利亚 那么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我看到12强在中国打最好的一场比赛 先不说射门,我们就有七八次 而且整个场上局势来说还是不错的 那么就证明了如果把规划权全部摆上去的话 那么是完全可以提出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气势和这样一个比分 甚至是一个场面局势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规划权不能够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李铁的反应还是有点慢 就是有很多的,我觉得比如说就是规划球员 什么时候下午觉得这个还有带商榷 包括张云林上的时间是不是太晚 我觉得这些都有带商榷的 我还是这个观点 就李铁肯定不是中国足球所有的问题 但那肯定是问题之一 如果咱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练 比如说用一个老外的教练 甚至说一个更加,就是也许局势真的不一样了 就是证明这些球员是能够冲出去的 能够给对方调成一定危险的 好吧,这是第二观点 第三就是说澳大利亚这些球队确实是史上最弱的澳大利亚 这个我在澳大利亚就是很明显告诉你 就算是现在澳大利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他原来的核心10号 就上一场第一场比赛打我们的Rokic,他也没有上 然后那个小黑人也是很晚在上的 包括上岗队的木一连招都没有招 所以我觉得这个教练的选人就是有问题 而且整场比赛我觉得澳大利亚打的真的不好 现在澳大利亚三场比赛已经是连续三场比赛没有赢了 对吧,两拼一负 对澳大利亚来说他很有可能是第三名 然后去争夺另外一个资格 所以这政治澳大利亚真的是完全是我们有的一个意义 我觉得不是平浪,澳大利亚打的真的是特别不好 另外的我想说的就是 我觉得中国队就是出现确实不太可能性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给对方造成足够大的威胁 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12强赛 能够出现金世界杯,这个可能性几乎不大 但是我觉得能够体现到我们的面貌,对吧 让我这种半叶三还在看球人有一点excitement 对吧,有一种感到非常的这种心情澎湃的感觉 我觉得就可以了 好吧,希望中国队后面比赛大家越来越好 小伙伴,不要忘记爱评论,关注一下咱俩,拜拜